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 称朝鲜不再是核威胁 只要美朝双方真诚谈判 就可以不再进行战争游戏 美国国会如何看待川普的这种说法 下面我们立刻连线 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 一华 好的 暴容 从刚刚烧倒的连线当中 我们也已经听到了 川普总统现在已经返回了华盛顿 不过在一回来华盛顿之后呢 是立刻在推特上接连的发文 提到说这个相较于他上任的那一天 现在的美国更加的安全 因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 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 显然没有引发国会方面的这种 国会共和党议员 和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共鸣 我们知道在共和党内部当中呢 基本上是对于这场川经会的成果 抱持着赞扬的态度 但是呢还是主张要看到 实质的去核化的进展 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场川经会的成果 那么在这个议员呢 一向我们表示说 现在来谈论朝鲜已经不再是 美国的核威胁 似乎有点言之过早 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 科克呢 在今天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 则是表示他认为 总统川普这样的说法 有点夸大其词 我们来听听科克议员怎么说 那是夸大其词 那是夸大其词的最佳例证 我们计划下周或近期安排蓬佩奥国务卿到参议院外委会出席作证 我希望听他说说朝鲜核威胁已经结束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 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我很高兴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 但现在还很难看出来具体结果 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见了面 但昨天出现了许多夸张的说法 很明显今天也是 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 对世界也是好的 我希望是这样 除此之外 根据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 对此国会议员也表示不认同 那么参议院多数党党编柯林 今天上午在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 回应说他认为这是朝鲜方面 一厢情愿的说法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 将会是看到这个去核化落实之前 都会一贯的实施最大施压的政策 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柯克参议员也在回答我们问题时 表示他有关的情况 他必须要等到这个蓬佩奥国务卿 回到美国之后 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时 他才能够好好的进行了解 不过他认为继续向朝鲜来施加制裁 才是美国的政策 我们继续来听听柯克参议员的说法 总统有时很容易随性做一些事 那都没有经过他身边人的检视 有时他们必须想办法收回这些说法 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本来说要离开叙利亚 后来马蒂斯上任 我们就不离开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该让总统身边的人 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沟通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根据柯克主席的计划 蓬佩奥国务卿最快会在下个星期 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 届时有关川经会的细节 以及目前幕后的有关的讨论 也务必会成为议员关注询问的焦点 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暴容 好的 感谢一华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